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啦 欢迎回到ABT主谈的频道啦 我们回到了这个熟悉的这个场景这样子啦 所以呢今天呢马上就开了这个相机呢 来录制一个节目这样子哦 那我们最近呢这个红军迷呢 常常都会聊到一个话题啦 就是特别关注一个话题哦 或者说呢每到这个转会窗口开启的时候呢 就会特别提起的话题 那就是呢六浦呢到底够不够这个转场哦 那到底是够不够人数呢 还是够不够好呢 事不宜迟呢马上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呢 来聊一聊呢关于六浦装场的这个话题啦 好了感谢你呢点击进入本期的这个视频啦 那如果你喜欢接下来我分享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啦按赞留言并且分享给你身边的 同样是支持六浦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哦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呢 那你又喜欢呢跟享受我接下来分享的这些内容的话呢 也不要吝啬啦 移动一下你的鼠标呢或者你的手指呢 去按下红色这个订阅按钮的支持支持一下本频道啦 那另外呢每个星期二呢 我也会在我的这个IG上面呢 发布一则问题呢去问大家 那最近呢就是问问大家呢在这个季前赛呢最期待的三名球员的表现呢究竟是谁啊 那在这个IG上面呢就会有更多机会呢跟我去互动交流这样子啦 所以呢如果想要支持本频道的话呢就去到我的这个IG呢去点击一下这个追踪按钮这样子啦 好了那马上呢就进入本期的这个正题啦 那我们先来看看呢六普呢目前呢有多少个这个中场球员哦 那我们不论这个质量呢到底是好还是不好这样子啦 那我们先把这个有能力呢打这个中场的这个球员呢全部都列出来哦 那我们转向这个战术版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六普呢是有九位球员哦 那如果我们硬要把这个Fabio Carvalho呢算进来呢 目前呢六普的中场呢就一共有十人这样子啦 那当然啦这里呢其实我也放了这个Tiler Morton哦 那Tiler Morton呢其实并不属于这个一线队的球员了 但是呢这个上赛季呢其实Tiler Morton都有不少次呢出现在这个板凳系上啦 而且呢有好几场比赛呢其实是都有得到了上场机会啦 那这里的数据上面其实显示呢上个赛季呢 Morton呢在这个一线队呢一共呢就打了545分钟的这个一线足球哦 所以严格来讲呢下赛季呢如果我们想要启用这个Tiler Morton的话呢 并不是不可能的这个事情啦 那从这个人数上面我们去看呢 肯定是够啦 但是呢我们中场呢究竟够不够好呢 这个呢就是另外一个话题这样子哦 不过呢在我们聊这个六普的中场够不够好之前呢 其实我们要先来大概讲一下这个六普中场的这个进化啊 还有这个演变啦 那克洛普呢在这个麾下呢最多使用的阵型呢就是个433的这个阵型啦 那我们根据这个The Athletic的这个分析呢从这2015到16赛季呢 其实六普呢一共呢使用了300次的这个433的这个阵型哦 那克洛普呢其实最初来到这个六普呢所主打的这个4231呢 仅仅呢是用了35场啦也就是在那个第一个赛季的时候呢仅仅用了这35场而已哦 不过呢在这个300场里面呢的这个433里面啦 其实我们的中场的这个打法呢还有这个套路呢其实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异这样子哦 那其实T4Football的这个YouTube频道上面呢其实就有做了一个六普的这个中场的这个进化的一个视频这样子啦 那我有部分呢其实也是有参考他们的这个资料这样子哦 在用我自己的方式呢跟大家表达这样子啦 那其实我们就我和这个T4Football上面的这个想法呢有一点点的小差异这样子啦 那原影片的这个连结呢其实我也会放在这个下方的这个资讯了啦 所以如果有兴趣呢去看这个T4Football呢讲关于这种六普的这个中场的演变的话呢 就可以去观看那支视频了再回来我这个视频了看一下做一个比较这样子啦 但是他们是专业的啦我呢毕竟是一个不专业啦所以呢 呃去看大家怎么看这个六普的中场的这个变化这样子哦 好那六普的这个中场呢以我自己的这个理解啦我个人认为呢会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哦 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高度施压啦 第二个阶段呢就是高功能性哦 那第三个阶段呢也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呢就是节奏控制这样子啦 那我们就从这个第一阶段呢高度施压来聊起啦 那1617年呢克洛普的第一个这个完整赛季哦 那我们通过这个WhoScot的这个数据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啦 上阵次数最多的这个中场组合呢是Emmerich Hunt Jordan Henderson以及Genie OneOdom啦 那当初呢其实克洛普呢是正式呢把他这个著名的这个Gagian Pressing呢 System呢介绍到了这个六普的这个队内这样子哦那三中场的这个责任呢 当然也就是在这个球权一丢失之后呢立马呢去对这个持球者呢进行这个施压比抢这样子啦 而且呢我们也能从这三名总成呢其实看到一个共同点哦就是这个他们的体力呢 特别好啦体格呢都是属于比较强壮的这种球员哦 干张活呢就是当时候他们主要的这个责任这样子哦 而创造力这一环呢在这个1617年赛季的时候呢更多是由这个Philippe Coutinho呢在这个左边峰呢去担当这样子啦 那这个时间呢来到了这个1819赛季之后呢这个六普呢其实放走了这个Emmerich Hunt哦 那引进了这个Fabinio啦而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第二个这个阶段啦也就是高功能性哦 那我们根据这个Huskot的这个数据呢当时候的中场组合呢是Fabinio、Handerson以及大家所熟悉的这个Genie Warnoldum的这一个组合啦 那当时候呢其实克洛普的这个战术呢是已经正式上轨道了也就是克洛普呢执架了这个第三年这样子啦 那他的这个双边位战术呢Tran Alexander-Arnold还有这个Andy Robertson呢其实也是发挥的非常非常的完美哦 而这个时候呢中场呢讲究的东西呢就是实用性啦 那Jonathan呢当时候呢首发在这个右侧的时候呢更多的这个责任呢主要是去覆盖Tran Alexander-Arnold身后的那一片空间哦 同样啦Genie Warnoldum呢当时候的工作呢更多时候是护球呢也去支援这个左边的这个Andy Robertson这样子啦 那Farminio呢当时呢当然就是利用他这个防守能力呢去维护六普的这个防线这样子啦 而中场串联的工作呢当时候更多呢是由这个中锋的Roberto Firmino呢去担当啦 那来到了今年的这个2122赛季啦Warnoldum不在了嘛 那这个Tiago呢这个时候呢就扛起了这个左中场的这个大旗啦 那六普呢在这个战术上面呢其实继续有做出这种改变哦 那大家呢可以回去看我谈谈这个本赛季六普这个中场 战术进步的这个影片这样子啦 里面呢会谈到更加详细的这个内容啦 那基本上呢其实就是改到有点这个4231这样子的这个样子啦 然后Farminio呢还有这个Tiago呢 形成这个双方中哦 控制好这个比赛这个节奏啦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现在呢就是这个第三阶段啦 也就是这个控制节奏的这个阶段哦 那更多时候呢我们是用这种精准的这个长穿呢 给到这个前场的球员呢 或者是呢在这个右侧呢这个黄金铁三角啦 Chair Alexander-Arnold的Mohamed Salah呢还有Jordan Henderson呢 会不断的去配合呢做出跑位呢 去把这个皮球呢推进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这样子哦 或者呢在中场呢这个Tiago呢一记直筛啦 给到这个Sadio Mane呢或者是这个Louis Diaz呢 再让这个边峰呢去做出Cutback的动作呢 回到这个中这个禁区内呢 让这个得分的这个选手呢打进这个禁球这样子啦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这个呢就是现在六普的这个中场的这个打法啦 也就是节奏控制啦 跟以往的这个高度施压还有这个高功能性的 是截然不同的这个战术这样子哦 那转头回来看呢如果说呢我们下一个赛季呢 我们还是要打这个节奏控制的话呢 以我们现有的这个中场球员呢到底呢 够不够好啦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战术板上看到这个Fabinio Henderson呢 还有这个Tiago呢 无疑啦肯定是下个赛季呢会首发的这个球员这样子哦 那这个Fabinio还有Tiago这两位球员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呢 加上这个节奏上面的这个控制呢都是世界级啦 那Jordan Henderson呢身为队长呢以及场上的这个Vocal来讲呢 加上特定的比特定的比赛啦 Jonathan Henderson去主打这个防总的话呢效果是非常好哦 所以这一点呢我也不必担心啦 那James Milner呢虽然签下了这个一年的合同啦 不过呢 今年呢已经37岁的这个副队长呢 应该呢在下赛季呢不会有太多这个上场的机会啦 而是更多这个职责呢则是在这个更衣室呢 就维持这个气氛这样子哦 那Tyler Morton呢其实呢最近呢也并没有什么消息呢 会让他呢拉到这个一线队上面啦 所以呢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只剩下四位球员可以讨论啦 那就是Navi Keita, Oxlade Chamberlain, Curtis Jones,还有这个Harvey Allian 那这里呢就来聊一聊我对于这些球员的这个看法啦 并没有多少这个数据呢去支持啦 纯粹呢就是我个人对于他们这四位球员的这个意见和想法这样子哦 那首先呢我们从这个Harvey Allian 来聊啦 那Harvey Allian 呢其实我个人呢是并不担心的一位球员哦 因为呢在这个上赛季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在这个赛季初我们就已经有看到呢 Allian 的手法在这个右中场的这个位置哦 那跟这个Trend呢还有Sala之间的这个配合默契呢 我个人认为呢是相当不错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本赛季呢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赛季啦 Allian 呢本赛季如果表现好的话呢 从回到这个手法位置的话呢 下赛季呢或者是后个赛季呢Allian肯定就是成为六普的这个中场核心这样子哦 所以呢Allian 是我个人认为呢够好的这个人选啦 目前在队内呢够好的这个人选哦 那Nabiketa呢上赛季的这个表现呢其实是有点起起伏伏这样子啊 那欧冠决赛呢替补上场之后 我相信很多人对于他的表现呢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哦 那如果呢我们是着重在于这个六普的这个 节奏控制的这个阶段来看啊 其实呢Nabiketa呢我个人认为呢是可以胜任这个角色这样子哦 至少呢在这个控球呢还有这个护球的方面呢 我个人认为啦Nabiketa其实做的相当不错啦 只是近期呢感觉呢少了当初加盟这个六普的那种 把球往前场带啊然后比较创造型的这种中场的这个感觉啊 感觉上有点少了这这股冲劲这样子哦 不知道呢是不是这个呃 克洛普在这个战术上面的这个变化啦 让他停止去做出这样子的这个举动哦 但是呢如果我们只是论这个呃 节奏控制上面来讲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认为啦Nabiketa呢 也足够呢是一个呃 够好的一个球员这样子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这个Oxed Chamberlain啦 老实讲呢我个人认为呢Oxed Chamberlain的这个时间是已经到了 他并不是那种适合呃 控制节奏的这种中场球员哦 呃我个人认为呢他反而是属于比较这种进攻性的这个中场啦 可以说是呃一个10号位 或者是一个8号之间的这种呃球员哦 但是呢在这个大伤之后呢 其实他在这个呃进攻的能力呢 其实也下跌的不少啦 那本赛季呢我觉得呢 之所以他会留在这个六普队内呢 其实更多呃 呃更多的这个想法呢 比较像是一个Emergency Sub这样子哦 就是临时呢如果我们需要一个人呢去呃上场去 客串这个中场啊或者是代替其的一个位置呢 Oxed Chamberlain 就是那一个呃球员这样子啦 但是呢好在呢 本赛季呢Oxed Chamberlain 至少呢是可以帮我们去打这个呃 呃北赛的这个球员这样子啦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其实Oxed Chamberlain呢是 不够好哦 在位于一线队的话呢 其实是不够好啦 但是二线队呢是绰绰有余啦 我自己觉得Oxed Chamberlain 这个时间是已经到了哦 我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怎么怎么样啦 欢迎你们大家满留人告诉我啦 你们觉得Oxed Chamberlain呢 呃时间到了没有哦 你们觉得他应该呢被出售还是本赛季呢 留下来呢当这个呃中场的这个替补这样子啦 那Kurtis Jones呢就是下一个球员我们要聊啦 那这一名球员呢我觉得呢就非常非常的尴尬啦 因为我认为呢 Jones呢是比较像这个Oxed Chamberlain 这种进攻性的这个中场哦 那如果呢我们单单论这个节奏控制啦 这个Jones的这个护球能力呢 我觉得不是最棒的哦 那传球的决定呢也不是最好吧 旁贷方面呢也并没有比其他人呢来的好很多啦 所以呢六普目前的这个战术呢 在这个第一阶段呢如果是高压高度施压的话呢 Jones呢在这里呢就非常的吃香哦 Jones呢会比较适合一些啦 以他这个体格呢还有这个呃能力呢 这个施压比较能力呢我个人觉得呢他是可以胜润啦 但是呢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呃 控制节奏这个阶段了我个人认为呢 Jones的这个定位呢就非常非常的尴尬啦 而这个新赛季呢我个人认为啦 对Jones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哦 能不能成长呢挤入这个手法呢就是要看这个赛季啦 那我不知道呢克洛普呢会不会特意改造Jones呢成为一个比较 Handerson这样子的这个球员啦 不需要做太多这个冒险的动作哦 掌控好这个节奏就好哦 短传啊回传都好了 只要把这个节奏呢控制好来就好了 不需要再去做你的那种盘带啊 或者是做出这种冒险性的这种传球啦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啦Jones的目前呢是属于这个中间的阶段啦 不够好哦但是呢其实也并不差的这个概念这样子啦 所以呢我们聊完了我们这个中场人选啦 我们这里呢就来讨论一个问题啦 六普球迷呢之所以呢这么想要买进一个新的中场啦 或者说呢一直在讨论呢我们这个中场呢到底缺乏什么呢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这里呢我就做了一个调查这样子啦 我问了我的观众呢在这个YouTube上呢还有IG上呢发布了这一则问题哦 那六普呢现在呢缺不缺中场啦 结果呢大部分呢这个球迷们都会讲啦 六普呢目前缺乏的就是一个创造型的这个中场哦 那这里呢我就要来聊一聊我个人呢极具争议性的这个观点啦 那我个人呢我不同意呢六普呢是缺乏创造型中场这样子哦 那根据我在上面所提及的这个节奏控制的这个点啊 都可以看到啦其实六普的这个创造来源呢都不是来自于这个中场这样子哦 甚至呢在之前这个高度比强啊 还有这个高功能性呢 其实六普的这个创造力呢 始终呢并不是来自于我们这个中场的部分啦 那主要呢还是有这个Chair Alexander-Arnold呢 在这个右边位呢为我们做出最大的这个创造力哦 那颈椎在后呢当然还有这个左边位Andy Robertson呢 还有甚至是我们这个前锋啦 Mohamed Salah呢Fermino呢还有这个Sadio Mane这样子哦 那其实根据The Athletic的这个数据这里来看呢 本赛季呢六普呢从这个中路进攻的这个百分比呢 是比左右两侧呢来的非常非常少啦 而且呢如果我们看本赛季呢英超联赛呢 在这个进攻三区所制造出来的这个图表的话呢 六普的中路呢是倒数联赛第五哦 所以呢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这个角度呢来看啦 就是解释呢六普呢为什么呢需要这个中场的这个创造力哦 但是呢我个人的这个见解呢则是呢六普呢 并没有想要以这个中路呢去作为他们的这个创造来源啦 他们更想呢在这个左右两侧呢去做出他们的这种创造力的这个来源这样子哦 那就拿本赛季啦六普呢原本呢想要买进了这个中场 Sumani呢来做一个例子就好了啦 那法国人呢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创造型的这个中场啦 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数据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啦 Sumani呢上赛季这个法甲呢平均呢只有0.6颗的这个关键性传球哦 反倒是在这个防守方面呢这个铲截啊拦截啊这种数据呢反而是更为亮眼啦 所以呢其实呢Sumani呢更属于是一个工兵型的这种中场这样子哦 那所以我自己呢我个人认为啦即使是教练团呢也不觉得呢六普目前呢在这个中场缺乏的是这个创造力啦 因为呢其实队内呢已经有其他的这个球员呢去负责这一块哦 所以如果呢一个队伍呢有太多这个创造来源呢其实也并非是一件好事啦 而本赛季呢已经有9名中场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个人的意见呢我个人认为呢暂时呢是并不缺中场哦 只是可能呢这个质量呢并不会比这个慢城来的好了 毕竟呢慢城的这个整个创造来源呢其实更多呢是来自于他们的这个总场这个地方哦 但是六普呢其实我们的创造来源呢更多呢是从我们的这个两个边位呢以及我们的这个前线三叉击而来啦 所以呢等到下个赛季呢如果Chamberlain呢真的离开了之后啦那Milner呢假设所也可能退役啦 那NaviKeta呢如果没有得到这个续约的话呢再看一下这个Jones呢还有Elliott的这个本赛季的这个表现达不达标呢 再做这个打算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呢也不迟啦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啦我个人认为呢是不缺哦但是呢如果你没有什么想法还有意见的话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啦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交流这样子哦好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这个内容这样子啦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欢迎点赞留言加分享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啦那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见啦拜拜